2021全国真话得奖作品首展 透过展览汇集了全台老中青的创作者 以绘画互相交流 让更多人看见艺术之美 第29年南部展2021全国真话得奖作品首展 几日期展出至10月30日 在高雄竹梅园艺文空间展出 展出的作品风格多元 以各种不同媒材展现出艺术家独特的风格 我们每年都会基本全国性的比赛 比赛就是这个平台 要让艺术家有发表的空间 另外我们今天这场的地方叫做首展 首展就是原来这里比赛的人 第一变点 到十一月十九 我们的文化中心 高雄文化中心自争一自争二 他们这些作品的那一项 我们这些老会玩 自会电 所以我们当年南部电 开电是一个高雄历史界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今年总共有251天 17的官司的人 我们感觉很高兴的就是 每年举办全国性的增见 倡导艺术风气 举办全国性的真话活动 希望创造一个艺术的平台 艺术工作者的作品可以被人看见 让更多人接近艺术 鼓励每个世代的创作者都可以继续留来创作 史方新闻归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道